投資長雖然台股這幾天回檔 美債還崩盤 但是我們的股票很爭光喔 愛普您從100元 200元 300元 400元 一路買上來 今天只差1元就要500元了 499元的 499元的 讓你賺到飽吃到飽 是的賺到飽吃到飽 那現在已經獲利60%都還沒有走 智元也是即將挑戰前波高點 最高獲利也已經44%了 但是投資長您說 下週什麼數據決定台股還有美債ETF 我要告訴大家 這個數據下週有個數據 下週是有個數據 今天晚上就有個數據 這兩個數據決定了美國公債ETF 會不會整個噴出還是崩盤 還有台灣股市可不可以止跌回升 還有為什麼愛普那麼強 為什麼資源那麼強 有什麼心法 有什麼個性能讓我克服 你所沒有的恐懼 讓這些標股可以一直標 還有什麼其他的標股還沒有介紹呢 所有的預告通通在今天的農藥畫間 你一定要看 大家好 歡迎收看榮耀華爾街 我是主持人Coco 今天是1月5號 台股中場下跌30點 收在17519點 美國去年12月 ADP就業人數為16.4萬人 創下2023年8月以來的新高 市場消化優於預期11.5萬人的數據 科技股出現獲利了結的情緒 10年期美債值利率再觸及4% 美股指數普遍收跌 台股則是一開盤衝上17606點 但隨後翻黑 台積電聯發科走弱 不過IC設計走強 通家神盾攻上漲停 為下週二的CS展展開序幕 後續盤視解析 我們交給經濟日報 旋鼓冠軍紀錄保持著 同時也是全台灣LINE粉絲人數最多 演講講座常常爆滿 最受歡迎的分析師 郭哲榮投資長 投資長好 Coco 各位朋友們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準時提 比以前提早播 7年7年7月1 就是改進所有的錯誤 然後變成更完美的自己 來幫助大家賺錢 好 謝謝投資長 那投資長您之前有說過 還漲即跌是多頭 是多頭 是多頭啊 你看今天台股算看起來 有點下跌 有點嘛 是不是 可是你發現到很多股票 悄悄的 漲上天了 是啊 就是我們艾普 好多股票都講在前面 對不對 預告在前面 艾普是100 200 300 是你可以讓上車的 是的 而且不是主力股票喔 不是喔 我不是要出貨給你喔 請跟你講有價有量的股票 是的 那什麼100 200 300 是因為呢 投資長之前就是從艾普 在100元 200元 300元 400元的時候 就一路賣上來 那到今天其實只差1元 就要到500元了耶 是 今天499 499吃到飽 499吃到飽 你有看到什麼老師這樣賺60%還沒走的 有這邊 就足足賺60% 就我啊 而且預告在前 對 全台灣最紅分譯師就是我 最準則分譯師也是我 你不要安心沒關係 等一下我可以看更多的證據 來 你來說 那智原呢 這週也是一天比一天高 今天大漲快要4% 也即將要挑戰前波高點396元耶 最高獲利已經44%囉 套一句頭長您所說的 實窮解奶線 百當勢忠貞 是 行情不好的時候你就知道什麼股票 是真正能幫助你的 對的 行情不好的時候你就知道 什麼分譯師可以幫你賺錢 賺大錢 沒錯 不過呢頭長想問你 因為下週還有CES展跟選舉的倒數 那還有哪些標股會為台股帶來助力 CES展蠻精彩的 CES展這一塊喔 我福利社會講比較多 這邊講比較少一點點的 其實友達這些都是受惠股 好不好 可是這不是我今天節目的一個重點 為什麼 你友達看這邊要創新高了 好不好 好 我要聽說PTT有個友達哥 就幾百張幾百張存友達的 那這種行情就這樣 等到友達真的EPS出現的時候要走了 嗯 行情走在你不知不覺的時候上去 然後咧莫名其妙的時候怎麼樣 就下來了 就下來了好不好 長龍今天雖然有漲 可是你看喔 運價怎麼樣 運價在跌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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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價在跌了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喔 這代表什麼意思 你真的覺得川普老黃丁 不管鴻海這邊 我想是鴻海這邊不能通運嗎 不能運行嗎 壞燈啊 我並不這樣認為 那這種就是所謂的一波到底 你確定你要追嗎 還是你要看著我的愛譜呢 來看一下 6531的愛譜 然後你什麼時候買都可以慢慢買 你看這樣子是不是很厲害 去年的時候是不是 100多 100多塊 100多塊 買 然後漲慢慢漲 慢慢漲 多數時間你覺得哇 怎麼這樣怎麼會盤跌 怎麼沒有動 我一切一切我預告在前面漲 慢慢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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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哲哲我受不了了 哇 結果呢今天 台灣最強的股票 就是我的愛譜 來 音樂 不用音樂 對你愛 愛譜玩 愛譜玩 愛譜玩不玩 好好好 一直玩 一直好好玩 好不好 這是愛譜 那你們看一下這個簡訊 來看一下簡訊 有些人就覺得說 哲哲 有時候你節目看起來是一樣 那根本就不知道 昨天愛譜跟今天愛譜是一樣嗎 不一樣 是啊 怎麼會一樣 那每在ETF我百人賺快700萬 現在只賺400多萬一樣嗎 不一樣 不一樣 只是哲哲很認真 哲哲不會逃避 哲哲不會像你看VLA老師一樣 魔術師 強了就有 不強了就不見了 我不要 我就盡量講 我不敢說百分之百 可是我就盡量講 可是像愛譜你可以看到 我哪一天沒講 每天講 基本上是每一天都講 基本上每一天講 如果100個工作日 我大概只好講個95天 98天 好不好 來我們念一下 恭喜 單一愛譜股價大漲快7% 最高已經來到499元 只差1元就上500元大關 最高已經大賺超過60% 手上持股獲利虛報 手上持股獲利虛報 欸 會員簡訊賺60%還沒走欸 你有什麼看過老師 這不只是普通會員喔 特別會員 特扣會員 特扣會員 還有那個 AI搶錢 對 也有這檔股票喔 嗯 也有這檔股票 事實上應該沒錯吧 也有這檔股票我確認一下 我記得印象中是這樣子 因為我會員太多了 欸我簡訊會員都有喔 普通會員不應該買這檔股票啊 可是為什麼買這檔股票這麼貴 因為我從100多塊開始買的啦 是 我從100多塊 我給他買成變高價股啦 一口吃成胖子啦 嗯 懂嗎 所以你要是這樣的分析師 你要是一個波段 怎麼買怎麼買 怎麼買什麼時候買 何時上車一起上車 不管是老司機 新司機 年輕司機 不會開車的司機 跟著我就好啦 嗯 懂嗎 跟著我就好 所以同志朋友你要是這樣的分析師 一切也切遇到前面 來 今天整整很開心 當然我知道 一定喔 也有人沒有到開心 因為他們直接 欸哲哲 啊可是你那個彈琴技巧 欸哲哲你那個言不由衷最近還好 可是你也去想一件事情啊 因為大家現在用高標準看我 愛普這幾個月 這兩個月有沒有懂 沒有啊 嗯 資源那時候疊下去的時候 你知道一堆會員來跟我抱怨說 哲哲 啊資源怎麼會這樣子 資源這邊是要做頭了 融資要增加出現了 是不是 嗯 憲憲 憲憲 憲憲要出現了 怎麼辦 一堆在緊張 真的緊張 不就是這樣子嗎 所以你要找一個真的抱得住的老師 不是每天恐惡你的老師 不是每天要跟你講 展停板 結果你的股票都沒有 不是我今天都講這些股票 我的股票可能不一定這個月會漲 可是怎麼樣 行情全面發動的時候 你一定有看到我的股票出現在其中 有 你就是要這樣的分析師 那行情不好的時候 還是手中有標股 嗯 你就這樣預測在前面的分析師 好不好 今天 你趕快 來開始留言 今天比較晚齁 應該說今天比較早直播 我看一下人數 看人數 今天人數應該比較少 因為禮拜五 按照禮拜五應該一千多人 一千 一千五嗎 一千零 一千零 等一下就多五百了 趕快來齁 哲哲今年以後會比較早一點點齁 好不好 哲哲以後盡量兩點半直播 我現在先慢慢的讓你們調適一下 嗯 也讓我調適一下 因為我知道如果一下兩點半 沒有那麼多人直播 跟不上 好不好沒關係 那有的人剛好 來來來 先再來 我們先來玩一件事情 玩 對我們聽說 那個有 以前網紅我們都是家訂嘛對不對 對 對不對 限量版 限量版 然後來搶 來 我現在喊喔 現在喊 那大家留言什麼 等一下 等一下喔 等一下 早起聊有從吃 限量版 限量版 限量版的 五本 直接說 哲哲我愛你 加五二零 趕快 前五個人 前五個人喔 還沒開始喔 已經開始現在 現在 哲哲我愛你喔 然後加五二零喔 前五個人會有 趕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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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等一下留言 好不好 早起聊有從吃 好不好 因為時間大概只剩五本而已 欸 欸 欸 沒有加五二零 陳偉少一點點 加五二零這個才有 就這個菜鳥贏了 這個菜鳥好一個了 兩個 文雅 恭喜 然後那個 等一下 不見了 不見了 自己找自己找 那加五二零啊 來不及了 來不及了 真的永遠有驚喜 好不好 這五本沒了 沒了 爆掉了 爆掉了啦 這是台灣最紅的 你自己看 是 太怪了 有人說太怪了 長海鮮都沒這麼快 太怪了 早起的鳥有從吃 好不好 這是陳育妍 有沒有看到 幫忙吸引的股票 吸引股票這比較弱 還是有機會 喔 變哥哥我愛你了 他這樣沒機會也開始給你了 欸記得喔 要整責我愛你啊 加五二零喔 好不好這幾個字 現在多打沒關係 你夠打的話 好啦 謝謝大家 謝謝 是不是我最紅的 你一看就知道誰是喊手機決鬥的 他說沒有 為什麼很多人會買iPhone手機 因為現在很多人只買 現在很多人選擇障礙啊 你也不知道什麼手機這麼好 電動車很多種 摩托車很多種 汽車很多種 為什麼叫你賓士買Porsche 或者叫Porsche啊 為什麼 最有名嘛 他一看就知道這個Logo 為什麼大家選擇我 哲哲就是這個最好的Logo啊 是 你等一下我就請思瑤再傳那個 五四同學會昨天來吃我豆腐 後來同學會還有限動 還幫我反駁一下說 有人說 哲哲其實沒有 哲哲讓人家賺很多錢 請思瑤去找一下那個同學會的限動 跟我 我的文章 趕快去找一下 等一下看一下就知道我人紅是非多 這就是個品牌效應 你要找就是個品牌效應的分析師 你看大家還在講 沒關係 哲哲我還是愛你有沒有 不錯 陳偉 很棒 很棒 好不好 這跟你講 我也愛你們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Logo 什麼Logo Logo 這是什麼 我不知道 Logo 他說我Logo 對我這是一個最好的Logo Logo 羅國輝 也是Logo輝 留言全部都有 你怎麼可能 只有前五個 連小韓都有 小韓我愛你 小韓他唱歌 小韓現在去 那個被掉入邊疆的 掉到別的棚去了 沒有啦他有時候還會回來 OK沒有 真的這樣講 Coco愛你 好不好 卡豬 這個政治我就不要講了 實在講政治的被人家 怎麼講大家都滿意 所以我不講呢 反正我已經預告過了 其他我不想講的好不好 到時候就看下個禮拜有沒有對 好不好 這之後還有你家裡會員 不用好想 馬上就可以 是啊 這之後要把你 好不好 先跟大家講 有些股票好像覺得不行 來問他一件事 你看 這怎麼辦 這就是像愛普一樣 你不要緊張 好不好 玉米可以買嗎 航運股現在就不要了 一波到底你看 看大概有沒有看到 300個200個我愛你 有啦 你要就是一個真正的分信師啊 你知道嗎 網路那種點閱率 有些可以造假 我花個錢就好 哲哲哲不花不了這種錢嗎 你看有些老師點閱率很低 來先來個2000個賬 快笑死了 你懂不懂 所以可是你看到 哲哲就是最認真的 哲哲這些都是實在的 以前他有人講公讀生 現在沒有人敢講 沒有啦 公讀生可以找那麼多人喔 那我還真有錢欸 那我還真的是股市贏家啊 不然怎麼會找到這麼多公讀生 都不是公讀生啊 看那個完全洗版啦 一看就找 找到那個分析 找到誰最厲害對不對 收到了 就跟他講 美在天天鐵還叫人別下車 居心剖測 這個把他封鎖住 對啊 我有出掉嗎 你看是不是怎麼講 都被人家罵 我有出掉嗎 沒有啊 還在這 我之前是千虧起來先賺錢 千虧一百多萬不是嗎 對 這把他封鎖掉 來這個 我來幫他封鎖 來來 者者愛恨分明 來 謝謝 慢走 來 暫時隱藏 移除 使用者不用暫時 者可以隱藏了 再把他封鎖 莫名其妙 真的你找不到已經像我這樣有良心了 我問你一件事情 你有看到哪個分析師 像我這樣賺多錢就算了 凌晨1點2點3點4點 寫文章嗎 沒有 我有必要嗎 沒必要 我寫文章我要花錢 對啊 我寫一篇文章你自己看 Line的訊息有沒有看到 寄給我們的有沒有看到 發票 發票四幾萬 這是其中之一而已 這Line的發票 是人騙你嗎 42萬有沒有看到 42萬有沒有看到嗎 有 42萬 就發訊息而已 這個如果是造假 我給你1 是啊 真對我郭忠而已 你知道我ID原本的帳號 我也有加購 這些都講好是不是 有 是不是加購怎麼樣 還要付費喔 還要付費喔 再變成756 對 然後實際呢 這些呢 42萬多 等於換句話說 每一折大概就1萬多塊 嗯 我發出去以後 我發出去以後 我發出去後 凌晨發文章還要付1萬多塊 然後有時候寫錯字 你知道我最討厭寫錯字 因為他再發一次 是 然後還有人叮我 這真的你寫錯了 不是1萬7千點 是17萬點 然後我就 好啦好啦 難道為這個多花1萬塊啊 只能有時候一直被人叮到受不了 我就改文字啊 是為追求完美 你會不會這樣子 然後多花1萬塊嗎 不會我比較省錢 是啊 我也省錢啊 我英文叫節省 我多節省 為你們我不節省 人在座天台看好不好 真找不到別人的好不好 願辰辰發票 中獎1000萬 謝謝你 沒有用 這會打童篇 你知道嗎 童篇不行 這會打童篇 買翻這公司的童篇 公司去查一下 就是照不了假 好不好 謝謝你們 所以我是最努力 你會看到很多老師 常常出國 我不要講誰 因為我不要去攻擊誰 我講的是事實 可是你有沒有看到辰辰 根本就不休息 一個月 錄100個影片 是的 所以我能選出標格很正常啊 因為在我底下的同仁們 他沒有一個敢混的 嗯 該休息是休息 有時候身體不好 家裡有事 可是覺得不敢混 上班每天不敢混 為什麼 這跟大家講 我記得老師醫院有佩喜 我記得醫院有佩喜 沒錯醫院有佩喜 你留吧 是不是醫院有佩喜 醫院 買四條幫我查一下 我記得有 美在疊就給你買了機會 我跟你講 別的商品我不敢講 美在就是教科書 來來你自己看一下 我自己給你搜尋一下 來來 Google 等一下 那個風險 打風險喔 美在的風險有沒有看到 我要放大 我自己放大 美在的風險對不對 按 等一下喔 這是別人的 嗯 看一下 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 有沒有 這邊有沒有 來啊 那個 公宅是什麼 零約風險的時候 是不是 零約風險零 是不是 是不是 是 然後畫面給我 是零約金 結果他要登陸了 起死了 好 無風險 來我打無風險 美在無風險對不對 教科書講的對不對 唸給我聽 美國公債是全球最安全的國家債券 因為美國是全球最大經濟 也是全球最強軍事大國 故美國公債一般被市場視為 絕對不會違約的債券 是市場認為的啊 是啊 因此怎麼樣 因此美國公債的利率 也被稱為無風險利率 市場認為的啊 嗯 啊你們教科書沒在賭啊 那我能怎麼辦 所以需要我啊 是 你們教科書寫RF 就是 就是 無風險的一個 的利率啊 啊就是美國公債的利率啊 美國公債的職利率啊 嗯 啊有什麼好講的 我也不懂 然後這個拉圍有什麼好不買的 對啊 啊結果你在銀行裡面 然後 放個1% 然後謝謝銀行行員 謝謝 謝謝這些銀行 然後定存給你這麼多 你很開心 謝謝行員 然後呢 他才要謝謝你才對啊 對啊 因為他收你1.5% 他可以去買那些美金啊 對啊 他可以買那些美國公債啊 嗯 是不是他可以做價差啊 搞不清楚狀況 這則有走嗎 我有造假嗎 沒有 這樣他被人家罵真的看我節目 沒意思啊 真的 你可以 你可以說我 不一定偶爾轉 沒有錯 可是你不能 你不能 抹滅我的認真 嗯 以及抹滅我的良心啊 嗯 你聽得懂嗎 這是四個殺不可辱 嗯 有人這樣子嗎 你看台灣哪一位分析師 哪一位財經網紅 我跟妳講 看越想越生氣 敢秀出對戰單 他們每個人秀對戰單 都是把你帳號遮住啦 我郭總有遮住嗎 沒遮住 我沒遮住 而且我跟你講我還是在買 我沒騙你我要再買 我到時候連 我跟你講到時候我連我媽媽的退休金 我都拿下來買我跟你講 但是我沒有那麼缺錢 我是叫他去多買一些 好 好 跟你講 其實我演他就好 對啊 所以剛剛是激動的講法 好 就跟大家講 買一點啦 買一點 不要我媽媽在那邊念我 真的 不要那麼激動 你看你現在喉嚨不好 我現在喉嚨是有少養 對啊 所以我禮拜三 有時候我最近在討論怎麼把 怎麼 除了身體變好以外 準視以外 我要怎麼樣 趕快要把什麼 喉嚨用好 所以追求完美 好這跟大家講 追求完美 不用嘴巴說 不用嘴巴說 你聽懂嗎 而是我行動表示跟著順 我是發自內心讓你賺錢的 好不好 我買美國公債我 怎麼樣 對得起天地良心 叫你買 對得起天地良心 可是你買股票的人 你不要去買美國公債 你一定是買股票的人 去把錢放在美國公債 你出來生氣嘛 嗯 欸我問你啦 你是不是還有沒有賺錢 你現在美國公債有沒有賺錢 有啊 啊你現在少賺了 本來賺很多現在少賺了 你有生氣嗎 不會啊 他就這樣放在銀行定存而已啊 你在想什麼東西 因為你是用閒錢 只有銀行定存的錢 你用撿那些 那個 那些保單的那些啊 嗯 美元保單的那些錢 去買這個東西啊 嗯 哪有什麼問題啊 沒有問題 你銀行放在那邊 放在定存 你根本不會動啊 可是你銀行放在定存 賺1% 1.5%幹嘛 你這個隨便就賺4-5% 對啊 那不用繳 不用繳席咧 670幾萬裡面不用繳席 台灣那些利息 那些什麼 那些定存利息 好像24萬 27萬 我不知道多少錢 你看有沒有現在變多了 2-30萬 就要繳稅你知道嗎 那我剛才說錯了 美國公債大概700萬 大概600多萬以內 的那個利息 不用繳稅 不用繳稅 差那麼多 一個6-700萬不用繳稅 一個2-30萬以上就要繳稅了 不好 對啊 對不對 所以你不要這樣子 嗯 真的講那個話我真的是 整個火都出來了 好不好 對啊 降息一次就賺回來了 擔心什麼 是啊 體力好 賣再慢慢賺啊 對不對 未實現都不算 對啊而且未實現都不算啊 我要再買 我是跟你認真講我要再買 我是有講過很多次 我說我買太少了 對啊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都回到500萬了 沒準確在降息第一次就降息 沒錯 那這樣回來了 所以這個 所以下禮拜要看什麼數據 你看喔 我今天可以花30分鐘的時間喔 講愛譜喔 可是我不要太過根 我都沒上留言喔 剛才有人頂我啊 這知道星星怎麼辦 這知道那個 那個 微信怎麼辦 你看 所以你看我多少粉絲 我多少壓力 我挺過來 為什麼 從頭到尾我就什麼 我名 什麼 直球對決 直球對決 我不是暗示的 我告訴你 你看多少人在消遣我 你看多少人在學我 你看這個東西 昨天是不是有講說 來 這是什麼 海巡署的新聞嘛對不對 是 海巡署的臉書 所謂330的00878啦 這是OX啦 不是878 不如去海巡署上班 沒有這海巡署你看這個人 這個人 就算了 你看這個背景 這個是跟我們一樣 是 你們自己看嘛 這邊跟這邊 哪個顏色跟我們就幾乎一樣 還榮耀兩個字字體都很像 有沒有看到 沒錯 他怕被我告 可是我不會告他啦 沒關係啦 反正你只要喜歡嘴嘴 你惡作氣一下我都不會生氣 對啊 那你看我多紅 我打個hatch而已 我去裡面留言你知道嗎 多紅 每天都被人家 剛才從剛才所有人那些反應 所有人說嘴嘴我愛你 你知道我瞬間粉絲嗎 很多人說嘴嘴 你每天講一樣話 你不懂啊 你根本不知道我多紅啊 你懂不懂 來 我多紅說 每天要花很多時間解釋 海巡署怎麼樣 真財 賣向財富自由 太有梗了 調出分析師回應囉 那這個分析師是誰 當然是我 好 鏡周刊的新聞有沒有看到 對 海巡署真財 賣向財富自由 太有梗對不對 對 調出分析師回應 有沒有看到 這不就我的配景嘛 對不對 然後你看 網友看得分分大戰 你超有梗 連正牌分析師也 現身留言有沒有看到 是 正牌 投資長 就是用我的啊 跟我的背景好像喔 沒關係 文案太有梗了 歡迎你們用 你看 是整個本人 很驚訝喔 有沒有看到 是整個本人 他用以為的不用你的 欸對啊為什麼 欸欸欸欸 我要去留言 好不好 你看自己寫喔 欸 海巡真財PO的圖片背景 跟分析師郭哲榮的節目有些神似 你覺得記者沒覺得神似 他敢發這篇文章嗎 我現在只是哈啾一下 我走到路上 我以後不小心 哈啾 咳嗽一下 慘了又有新聞我告訴你 就是紅人這樣子 同樣的錢 你不找最好的分析師找什麼 嗯 我就頭顧其極啊 我這樣跟 我來跟同人講啊 你看到哪個老 你看到哪個分析師 沒有靠任何人捧 我沒有啊 沒有啊 你有看到哪個媒體特別在捧我 沒有欸 你有看到哪些財經大節目在捧我嗎 沒有 有些人還想放話 封殺 我說封殺封殺 我對得起我前提良心啊 為什麼 因為很多同業在記住我們 嗯 我說沒關係啊 沒關係啊 我說我就是行人職座的證啊 我對得起我天地良心 你們再怎麼樣 要封殺我 我也不在乎 因為我的 約證明我走的道路是對的啊 你知道嗎 對 當初有啦 現在不知道有沒有 我也不在乎 我也不想講出來是誰 我怕你們暴動 你們麻煩懷疑他們是做了什麼事情 我也不在乎 因為我只知道做好我的事情 你不知道 頭顧很多黑的內幕 我告訴你啊 我都本來想寫一本書想算的 我 真的 所以你一定要知識者者 你相信我 其實有些 有些人還是做些老頭顧的事情 跟阻力配 跟阻力出貨 然後靠著連線這些東西 我也不想講 真的啊 我是做真的 可是我照樣保持我自己良心 你去想 知道現在已經是 為什麼沒有人可以像我這樣 這麼坦白做這些事情 他們不敢承受壓力 重點是 不只不敢承受壓力啊 沒辦法賺錢 沒辦法賺錢 真的啦 為什麼都事後才秀對當單 你要秀對當單就像我一樣 秀出帳號來 不要事後秀 出對當單單 然後 才事後才秀一些賠錢的 沒有意義啦 誰知道你就是 100筆賠錢之選 一筆而已 然後全部都講賺錢 那個沒意義 所以你看我只知道哈球一下就紅 還有什麼 更好笑的你看 這個 你看一下 這個啦 今天那個圖最好笑 你知道什麼圖最好笑嗎 什麼圖 你看一下你沒看這個圖喔 股市同學會啊 是不是最有名的 對 齁 大家都在討論 齁 你看他股市同學會打卡清單對不對 你有沒有去年你有沒有打卡清單 現在流行打卡嗎 IG不是嗎 對 買到300塊才幾點有沒有買 我有喔 喔有喔 你有沒有定期定額 欸我沒有 我覺得我厲害 你覺得自認不夠厲害 就定期定額 傻瓜投資法 買到600多年發科 不好意思買到500多 有 懷念查理蒙格過時 有 那個巴菲特的那個 好朋友 幫家人朋友投資 我幫你們投資 有 買到三級的偉串 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我跟那時候買別的AI 在臉書看到投資詐騙 有 而且那個人是用我的名字 很懂 有聽名牌買股票 我就是名牌了 對 相信者的財務對者 你看 欸 雙我耶 你知道嗎 我按X啦 你知道怎麼留言 我用IG留言啊 我明明2023年準到不行啊 賺到歪頭 股市包到同學位的 App啦小編啦 跟他說我不公平啊 對要標記他們啊 是啊 氣死人了你知道嗎 你看 是不是有哏 你們那個人都用同學位啊 我跟你講拿你看 然後欸 這個都氣死了 然後幸好有不少人幫我 說話 對 讚聲 你看啊 你看 他說他爸爸買到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看我節目 有人有些人讚聲啊 你知道嗎 頻繁一下不會對折啦 你知道嗎 小編也有承認啦 你在看 思雅再看一下 那個不是 不是限動的 是照片版的 裡面有寫 小編有承認錯誤啊 他說沒看我2023年節目啊 你還是活到2020年 2022年 2022年 折折的確沒有到很準 可是我存活下來啊 很多會員跟我一起犯著犯著久的 都逆轉證 哪一堆股票不是逆轉證 哪一堆股票不是V型反轉 害你最凶是2022年 一路航空的分析師啊 真的 航空要幹什麼 你告訴我 我問你一件事 不管是聯發科就好了 你看喔 你不要看現在跌喔 現在跌是我賣掉的才害他跌喔 是的 你看他這邊 從這邊 2022年從1200塊對不對 對 一路一路跌跌跌跌 你選擇什麼 我用軸線好了 好 你選擇是 等待 你選擇是出產 是停損 我告訴你 你選擇是停損做空 你都被嘎死了 因為你從500塊一路被嘎到1000塊 嗯 可是你選擇是加碼 我不要融資聽哲哲的話 我一路加碼 我一路加碼 一路加碼 我到這邊都賺翻天了啊 不是40% 不是50% 我講賺了40% 50% 是只買一筆而已 聽懂嗎 那聯發科我沒有賠啦 我講是類似聯發科台積電這樣子 你聽懂嗎 嗯 2022年我印象中 聯發科我沒有賠 賠是別的 所以你看喔 歷久迷摔 經歷過那些多少人 那些人在2022年 我都不要講是誰 可是那些人多少人批評我 沒有一位 敢跟過我什麼PK 沒有一位敢用真錢來告訴你他多厲害 那就不要批評我了 真的真的 你有什麼好批評我的 你先從一點 兩點 三點 四點 五點 都可以每天這樣子 起床PK 然後跟我寫文章一樣認真 到底發生什麼大事件 然後是發生戰爭的 臨時可以馬上的 再去算度假馬上寫文章給你 再來講我 對 分析師本來就要認真嘛 我拿你的錢就要辦事情嘛 雖然我也不一定要拿這些錢 可是你只要參加我會員 我就是要認真 嗯 我就是要認真 哪有什麼刑事厲害 還在那邊換兩份的啦 是 為什麼 因為就是不夠啊 因為會員太多了 為什麼 因為成本贊揚了 這家不讓我做 我買一個更貴的啊 200塊的 算一算也要花20萬 是的 這都是小細節 所有事情都是小細節 公司每一件事情 它都是小細節 可是小細節成就大事件 成就大事件 所以我的愛譜為什麼那麼強 賺60%欸 是 犯著 放著 buy and hold 每個人都講得很簡單 每個人都講得很簡單 每個人都講得很像股神 誰能真正做到股神該做的事情 It's me 不然你是財富自由 所以我幹嘛不怕人家跟我PK PK就PK 我比例例我也不怕 我最喜歡人家跟我比例例 我超級喜歡 我超級喜歡 因為沒什麼 這個對我來說就是人生之業 分析師人生之業 我希望你們學到正確的資訊 我從來沒叫你們用融資 有些股票量小的我都不要 福利社也是一樣 量小的就不要講 有 有疑似主力嫌疑 我說那就不要講 我還告訴你風險 不是這樣子 我就希望你不要融資 只要不要融資 你其實 你有時候分散投資 你股票大部分都可以賺錢 嗯 翻九都可以賺錢 你不要只壓一筆而已 壓一筆 壓到地雷股怎麼辦 聽懂嗎 所以我真的希望你們能學到 賺錢的一個資訊 愛普噴出去了 創多少新高 已經創好幾年新高了齁 思陽這個沒有寫齁 來 沒關係 我今天好激動 很high 因為就是又有人誤解我 可是又覺得我很開心 物質又怎麼樣 我要解釋一下 然後你看 同學位也要蹭我 然後海巡署也要蹭我 都要喔 欸你看哪個 你看抱到同學位幾十萬人在用啊 有喔 你看他所有分析生不寫就寫我 嗯 你看 就是最紅的 一些東西 證明真的最紅 要一個這個東西 雖然200塊 可是加起來 也才 也才就是20本而已啊 可是大家就喜歡我 為什麼 喜歡我的方面 喜歡你的方面 大家知道我做出來的東西 就是金美兩個字 真的 金美 我觀視這個 日曆還有叫你趕快送出去 有沒有開了十次會 至少有沒有十次會 有 超過十次會 連這個都開十次會 嗯 我公司尾牙 我們都開個一二十次會 對啊 這個不誇張啊 只是今年尾牙在出國 不好意思 就交給那個 大部分交給旅行社了 這跟大家講 出國就算了 因為有些人出國有些人過年時間 他要陪家裡嘛 某個照樣在舉辦 再花個幾十萬 花個五六十萬 再舉辦個慶功業 確定業績創新高 就跟你講 這跟大家講 所以你要是怎樣 你要是怎樣 你要是一切的一切 預告前面的分析師 不是事後話馬號砲的 你看 到時候大家都會證明我是對的 你看 你看我這個 就是他說我那個嘛對不對 你看我這個 你看嘖嘖這個 那張圖片可能有點模糊 你要抗議 我2023年明明就準到不行 你一定沒有好好看我節目 對不對 然後股市同學會 這股市同學會的Mark嘛對不對 沒錯 哲晃老師對不起 小編2024年一定跟你美產直播 真的嗎 真的嗎 現在來驗證 你在哪裡 不要胡扯喔 好不好 就跟你講 這你要是怎樣 預告前面的分析師 有沒有 海巡署 鄭哲哲 這樣子就知道誰是第一名了嘛 我告訴你 美國公仔我就是要買 我拜託他多點一點 欸 因為真正組身段是這樣起的時候 記得好不好 海巡組真材 為什麼 不要成那麼多廢話 那為什麼 講到重點了 那是重點的開玩笑 可是我要講重點的喔 重點的喔 這是好玩的喔 而且我的重點跟別人不一樣 你看很多人結總經 自稱總經大師 結果都是不重要的數據 我直接告訴你 為什麼現在美債跌 因為他高標準去看 嗯 因為你現在美債已經從 你20年美債 你之前最高5以上了嘛 嗯 你一路跌跌1.多% 你跳已經跳了 你已經跳4-5碼以上了 好像5-6碼以上了 你聽得懂嗎 喔 然後請四搖再做個圖 就是20年了 或10年期了沒關係 從高到低 現在跌多少 我自己看就可以了 我請四搖趕快做 你看我助理也是做很快 很快 很快 我講什麼就直接做 嗯 為什麼 因為我時間都放在公司其他事情上面 好啦 他已經先反映了 已經先反映了 減了4碼 降了4碼5碼了 接下來一定要更大的刺激嘛 就像於 你會覺得說 唉唷 唉唷 這折了 所以為什麼這幾天 漲那麼多 你看喔 他本來報價是從859 漲到2600 漲三倍 運價 為什麼 為什麼韓運股漲不上去了 因為韓運股怎麼樣 要更大刺激 嗯 邊際效應會締結的 經濟學有講過 邊際效應會締結的 很簡單 對啊 你吃一個紅豆餅 嗯 為什麼講紅豆餅 因為等一下我們要吃紅豆餅 那福利斯要吃紅豆餅 肚子好餓喔 他講話太激動了 吃紅豆餅 奶油餅 吃一個會滿意 會 很幸福很幸運 吃兩個還是很幸福 是 吃三個 有點膩了 經濟效應避減的 嗯 吃4個呢 不行 快吐了 就像你撞到第一個100萬你很開心 對 撞到第一個1000萬你很開心 撞到第二個1000萬 嗯 也還滿開心的 欸 賺第三個1000萬 賺第四個1000萬 房子都買什麼都買了 車子都買了 稀鬆平常 你反而不會開心喔 這有做個研究囉 最快樂不是最多錢的人喔 最快樂是找到人生意義的人 所以為什麼 我覺得我很願意 所有的分析師跟我過種比PK 因為 我不只是敢跟 比財富 比實力 比操作 因為我更可以比的是什麼 對我來說錢不是最重要 嗯 我已經把這個當作一場遊戲了 嗯 關注大家 正確投資觀念 你聽懂嗎 正確投資觀念 而且不是嘴巴說 我身體力行每天錄那麼多影 告訴你 我一定要努力的幫你賺錢 有 我是發自內心的 因為 再多的錢有時候那個 效率也遞減了 好了 再多的這些 股價 那個報價噴出去 效率已經遞減了 所以 美國公債的ETF 他最近 因為殖利率已經整個下滑了 你看 數據是不是很快 說什麼就做什麼 你們看到 多好用 所以要對他好一點 知道嗎 我也對他不錯 你看20年公債有沒有 之前最高多少 5.6碼對不對 對過去 這邊 5.6碼對不對 現在你疊到多少 最低的就要4.2碼 有 疊到差不多1.5碼差不多 對不對 大概這樣差不多 1.5碼 1.5碼 1.5 不是1.5碼 1.5% 1.5% 大概降了差不多6碼 好 降1.4% 大概降到5碼到6碼 5.6碼減到4.2碼對不對 是降了1.4% 1.4% 他的 他的 10年期公債的殖利率 20年期公債殖利率 已經降了1.4%了 隱含了 已經告訴你 把今年降息的部分 對你反應了 所以他 怎麼樣 你的標準要變得很高 要今年降7碼才行 你聽懂嗎 我問你啊 你這邊已經隱藏降了5碼到6碼了 你如果今年沒有降7碼 或者 明年沒有降息 那公債殖利率就不會漲 所以標準很高 標準很高呢 我問你一件事 你有沒有遇到那種小時候 很不公平 可能隔壁的 本來都考30分的 考60分老師給你鼓鼓掌 有沒有 有 你自己 像我常常就這樣子啊 我小時候很可憐你知道嗎 真的很可憐啊 我如果沒有 我低於98分我要被打 真的 我想真的 真的很可憐 可是我又過重額 而且我慘的事 我都不知道我是過重額 我有注意力不集中 還能98 因為小學東西很簡單啊 小學東西很簡單 沒有 大部分都滿分啦 小學東西很簡單 就注意不動 都隨便亂唸 因為我們要 我們要一個字一個字唸 所以股票資產最適合我 我是 我是強烈的過重額 我是ADHD的 ADD都有 這車遠 所以以前蠻痛苦的 可是在這邊股票市場我就很開心 所以我就把他當一個遊戲 所以這些 這些 標準 對標準很高啊 人家30分到60分你給他股股市場 然後你98分的 95分都被打得要死啊 啊現在美國公債就這樣子啊 你已經標準變高了 你現在已經都是 等同於降息四馬了 啊沒有怎麼辦 如果就業數據太好呢 慘了 慘了喔 所以昨天就業數據好就慘了啊 那是ADP 可是ADP有時候跟什麼 跟今天晚上的FENOM就業數據 最近都不太相關 那現在預期是17萬 對不對 那已經認為已經有人壓債了 有人壓飽了 我只要低於17萬以上 欸就是說高於17萬以上 是不是代表就業數據很好 很多人就業 代表景氣是不錯 對 景氣好還會降息嗎 不會 景氣好反而會省息 要抑制 抑制通膨 抑制景氣 景氣不能太好 現在記得已經是景氣不能太好 景氣有點壞 股市才會噴出去 債市才會噴出去 不能太壞 太壞的話再次照噴 可是股市不會噴 所以你現在景氣不能太好 今年要降 降通膨 降景氣 景氣要降一點點才能噴出去 所以這很重點的告訴你 所以你下個月這個 數據應該是這週五的晚上 9點半的飛龍就業數據 預期17萬 然後失業率應該要 緩步上緩一下會比較好 預期17萬不能 不能高於17萬太多 最好是低於17萬 就業數據不能太好 失業率要往上揚才行喔 還有下禮拜二的CPI 預測3.3 那最好是3.3、3.2 因為上個月公布的CPI是3.1 那這個也不重要 因為大家都知道CPI要散揚了 下個月13號的CPI 如果再3以下 是非常有機率 非常有機率 是這一波降息循環 這一波降CPI以來第一次見2的 那股市就會3萬8 所以今天節目很精彩有沒有看到 有 真的很精彩 所以剛才雖然隨便開玩笑 可是我剛才講動點的 好不好 正跟大家講 股市不愛投資人不愛 只要100分 先跟大家講 來 這只有強烈過動 對啊我用過動 我真的賺錢是 就是我 我的好處就是 同樣的錢你找一個過動 你知道嗎 然後等到我治好 沒有治好啊 不用治好治不好啊 幹嘛治好他 記得一件事 你就是你 做你自己 這是我非常強烈的生痛 我以前一直想要改變自己 你知道嗎 一直想要證明自己 沒有月子障礙 你知道嗎 還有以前 以前不是吃那聰明藥 吃聰明藥一般的沒有效 吃了我以後 我第一次吃的時候 我是感動到哭 你知道嗎 因為我所有書 我閱讀非常快 你知道我看書 可以看得非常快 但看非常快 我可以看得非常快 我知道我也是天台等級的 可是 我後來就知道 那終究不是我自己 因為你不能靠藥物過一輩子 所以做自己就好 所以 老天以前一直幫我關一山川 我一直想要打開那山川 可是我還知道 就算打開那山川 可能還是牆壁 你知道嗎 你可能會想賺牆 所以 就是幫老天做你那開山的山川就好 我就做我自己 我有充備不還的體力 你要跟我比毅力我沒關係啊 我有充備不還的 腦力的活躍性 所以我沒關係 所以股票投資特別適合我 我也不怕啊 你要跟我PK我也不怕啊 我也不怕輸啊 比久我認為我還是贏啊 我有比人家沒有的毅力啊 你想解釋為什麼有毅力 通常大家是訓練的啊 你知道嗎 閱讀障礙就是這樣 因為小學生 不是以前考試是想 搓一個字你可能 夏日何者為非 我常常看不到那個肥字 再看10次也看不到 你不能了解我痛苦對不對 知道 可是我在這些字我大概看 我可以看10秒我就看完了 大概看就夠很快很快 也不是學那種速度的 就是隨便看一下就可以很快 真的 可是有些細看的字沒有辦法 聽懂嗎 可是股票是投資就是很適合我 所以你要把一個人擺對位置 你要把你自己擺對位置 你適合股票投資你就自己做 你覺得你不是人 你覺得要找一個團隊能幫你 那你就找很多人幫你啊 這次在幫你啊 你懂不懂 這跟大家講啊 先跟大家講 來 CPI我記得是星期二啊 不是星期二嗎 還是星期四 趕快 我的美債不是你的美債 趕快我們要一起買喔 好不好 先跟大家 剛好 有行事例 我還在打廣告 對 11號 1月11號 你看我都很怕別人說我錯 所以你看我是看很快 嗯 80一下世界 世界你今天那個啦 那個 相信黃總啊 那個黃總是另外一個黃總 叫什麼 利基店啊 對啊 利基店跟愛譜啊 是不是都噴出去的 利基店噴出去的喔 還有什麼 那世界當然有機會噴出去 所以世界 該買就用力買 你不用怕80元以下的愛譜 80元在世界啦 80元在愛譜喔 下輩子 下輩子 80元世界 80元以下的世界用力買 好不好 今天很開心 幾分了 喔今天很開心 今天講我人生故事啊 講我 講我一堆人在震我 你看很興奮 趕快講股票 恭喜3.35支援怎麼樣 散展3%多 即將穿波段新高 我超high的 超high 最高獲利已經到44% 支援也是一樣喔 只不能支援跟愛婆都怎麼樣 都怎麼樣 都快要挑戰新高 都快要挑戰新高了 嗯 而且重點是 我都是 趙子龍七進七出啊 好多進啊 不只啦 愛譜應該沒有七進啊 可是至少三進三出啦 有 至少 愛譜有沒有看到 賺60%走掉 欸賺60% 沒走喔 不要緊張 還沒緊張 我要跟大家講 有些人可能有些人 有些人想走的時候 我要讓他走我承認 可是就簡訊文也還沒走 好不好 來 你看這邊 7月14號也有賺 那時候賺10%不多 對 可是那時候是AI回膽嗎 我怎麼知道是不是回膽到制補 我怎麼知道會不會回膽到 愛譜 跟支援 支援是一樣啊 賺40%還沒走啊 支援之前賺很多%啊 對 支援是賺兩三坡啊 連發科我直接出不掉 為什麼說一千元以上要出掉 我感覺他要回膽的 我要買第二坡有沒有這樣講 有 你看 買的要多少 一千元 是的 10月26號這邊 這邊啊 嗯 這邊一千元只有三天而已啦 現在天天跌啦 天天可以K啦 昨天不算跌啦 可是天天可以K啦 欸賣最高點 一千元的時候 反复所有人都有連發科 連發科好像他家親戚一樣 他家小孩一樣 你知道嗎 我很光榮齁 拼第一 出國比賽拼第一 講得好像很厲害一樣 表人家賺本爺化修 根本跟他沒關係 他可能一千元才買到 你們發科 就好像有些股票展廳版 買到展廳版的 哇恭喜展廳 是老頭顧在做的事情 沒有意思啊 那個表演沒有意思啊 我如果是這種表演法 我只要被他電到爆了 你知道嗎 你看剛才是一些人 我講愛譜文看 阿那其他股票 其他股票怎麼辦 他們很緊張 可是我用高標準來檢視我自己 OK 我盡量跟你講 好不好 有些股票拉回的時候 我去給你買就買 星星也是這樣 ABS宅版沒有 整個景氣沒有你想的那麼差 我去拉回的過程中 你可以買 好不好 先看8046的藍店 你這邊200元有沒有跌破 只要有手 你在這邊220元這邊 你應該找一個買點 知道嗎 知道嗎 應該找一個買點好不好 就很像今天還跟你講 下禮拜四 這個以後 既然 留一本在這 我真的需要 留一本證在這邊 真的不錯 我不是在跟你打廣告的 因為我剛才就日期了 很多同業都想要 因為這個你看寫得很清楚 公佈CPI 你看這個那麼大坑 有沒有看到 寫得很清楚 都不會 美股修飾 公佈CPI以後 美股修飾 15號修飾 禮拜一修飾 怎麼又修飾 對啊 這真的不錯 就不會看錯了 那個你們每天開始對什麼 有些證券 美女圖 怎麼樣都要花錢 是不是 我都免費送你們 是不是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來來來 趕快 趕快有些送過去的 所以剛才那前五本 趕快送給大家 我可能最後 我下禮拜應該會最後再總計一下 可能還會剩個一、二十本 到時候會再抽 剩下的補抽籤 讓你們後補一下好不好 好 所以你們盡量留言好不好 盡量留言都有機會 這跟大家講 這跟大家講 所以 可能你當天我決定要 留言的時候 要抽籤的時候就可以抽上來了 好不好 可能就抽到你了 那微星也是一樣喔 好不好 你不要緊張喔 拉回的過程中 怎麼樣 買 你真的不要擔心 我都選那雞優股 你現在為什麼 我後來 我技嘉明在講 我要講微星 就本益比誰比較漂亮 當然是微星啊 可是就 對啊就微星啊 可是有時候本益比比較低的 不一定會長 可是我就是安全 嗯 先求不三生再求什麼 療效 喔 對啊要記得啊 對 我想說賺錢 先求不三生 不是 吃藥先求不三生再求療效 療效對 好不好 不要吃到這些藥 有問題 彈琴技巧最近有回答也 不要緊張好不好 二三二四能保 他就是一鼓作氣的 下一波再上去 沒有再創新高 我就會走 助理要記得提醒我一下 有些股票是拉回要買 有些股票是要噴出要買 這叫你再進場 這都是一樣 所以我一切一切的預告在前面 好不好 我真的很開心 我今天股票 為什麼 台灣股市看起來很輕弱對不對 你不要緊張 沒有你想像中弱 本來就不要天天賺一萬八千點 你知道我怎麼講降回波債嗎 我最怕的是台灣股市波動太大 一下漲到一萬八一萬九 這個對台灣股市不是好事 你記得我這句話 反而是慢慢的慢慢刪一萬八 有感覺刪一萬八 你股票才走得又長又遠 你想一件事喔 現在沒有上一萬八 艾普都漲到五百元了 漲到四九九元了 如果台灣股市漲到一萬八一萬九 艾普有沒有機會漲到一千元 噴了啦 一千元 你要賺那麼多喔 我不跟你講 我只跟會員講 所以歡迎來電視頻 08068085 080來勒8085 台灣股市這邊的回漲實屬正常 為什麼 最晚的時候幾月會上萬八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CPI會見到二 而且非常高的機率 上次講CPI見到二 我是說有機會 希望 可是這一次是非常有機會喔 然後到時候再把鴻海的問題 胡塞組織給扛救掉 處理掉 那個航運股下來了 運價下來了 通膨解決了 美債是上去了 股市再上去了 那上一萬八本來就很正常 那個到時候通膨解決了 當然美債股市會上去嘛 所以不論對我做 我一切一切預告前面 年八顆掛在一千零五元出掉 出掉以後天天跌 天天黑黑 真的很誇張 資源 你看 現增以後 反而散漲 我是安慰你 你看我那時候是安慰你 我還安慰你喔 我還第一時間告訴你喔 賺了40% 還沒走喔 而且賺好多波段 艾普喔 之前賺過了 賺好幾次 現在賺60% 沒有走喔 所以你看這些股票真的很漂亮喔 我一切的一切預告前面你看 資源多漂亮 然後賣掉的年發科多慘 賣在這邊啊 真的很誇張欸 而且我是事前講喔 而且我是在 年發科還沒有一千元的時候 我一千元以上我就要找點我賣掉 有喔 有喔 沒有我下台鞠躬 真的有 就是要預告在前面的 美債也是一樣我一定要加碼買 回到三四百萬 就是大概三四百萬的時候 我一定要找時間買 我很想找時間買 我不會說一定 可是我很想我跟你講我非常飢渴 可是如果他給我跌 譬如說跌到說我只剩兩百萬的時候 我一定買 沒有買 如果是我生重病 沒有買我下台鞠躬 好不好 記得這件事情 記得囉 都沒有買的話 所以我只要基本上兩三百萬 兩三百萬我是一定會買 我不可能讓他跌到一百萬的 靠近兩百萬的時候就會 最慘最差最慘就買 所以我不論對我做我一切一切 預告在前面 哪個老師可以像我這樣秀對戰單 哪個老師可以告訴你真正的損益 哪個老師可以告訴你 我這些美債ETF 發財力 我知道你還有錢 我愛你 我的愛博是你的愛博 謝謝你們 這些都見證者 都是見證者 都是見證者 你是懶得動我 你懶得動的人 來找我啊 來找我啊 幫你動啊 是不是 所以你挨挨挨不完 把他另一百萬人捧 先跟大家講 資源來回操作 我覺得不會 我覺得要突破 對 你要這樣操作也是可以 這另外一件事是講不完的 所以去想想看你要責任分析 恭喜 愛卜 賺了60%有沒有走 沒走 哇這些簡訊文言還沒走 所以不論對或錯 一切一切預告在前面 資源有沒有走 沒走 資源沒走 賺44%走 一直跌的 連發科在大跌之前有沒有走 大跌之前走了 走了 而且還預告 之前告訴你1000塊以上 我就要走了 不論對或錯 一切一切預告前面 你要找最認真 最過動的 最二十小時服務的 真正的研究團隊 最堅強的研究團隊 歡迎來電視訊 080668085 或者加入LINE 私信網 告訴我們你的需求 也預祝各位能夠賺大錢 謝謝各位 今天節目真的非常的精彩 講了很多的秘密 還有下個禮拜的行情 怎麼看通通都告訴你 也講了很多的表股 那也要提醒大家 今天我們有抽出 五位幸運的粉絲 如果你被抽到的話 前五名趕快留言 Light上面留言 小老鼠S178 趕快私訊我們 那我們祝大家週末愉快 拜拜 恭喜華爾街的粉絲們 抽中發財力了 投資長愛大家 那我們來看一下 抽中的中獎名單有誰 登登 恭喜你們 找到你們自己的中獎賬號 來來看看有沒有大家上榜了 來看一下下一個 恭喜大家 下一頁 下一頁 好大家可以截圖起來 放大來看看 是不是自己的賬號 下一頁 好來看一下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領取 下一頁 領取的步驟呢 非常的簡單 在剛剛上書的中獎名單當中 找到自己的中獎賬號 並且截圖證明 你是這個賬號的持有人 怎麼截圖呢 等一下教大家 那私訊我們投資長的 粉絲的Light at 小老鼠S178 並且留言 我中獎了 就會有填寫連結 讓你填寫 連結當中呢 你只需要回覆帳號的截圖 姓名電話 還有收件地址 就會將這個發財力寄到你家去 那我們來看一下怎麼樣來截圖 好那有兩個方式呢 電腦版跟手機版 如果是電腦版的話呢 在右上角 右上角會有你的帳號 你的大頭照 點選之後呢 就可以知道了 那手機版呢 就會是在右下角 一樣點選之後呢 把它截圖下來 傳給我們就可以囉 那也恭喜大家要中獎囉 掰掰 觀眾朋友注意喔 最近大變盛行喔 我只有三個官方帳號 除此外都不是喔 Light小組 S178 Telegram官方頻道 小組 A178 178 Telegram私人帳號 小組 S178 注意喔 我沒有什麼前面是Z的帳號 或者後面是A的帳號 這些偷偷假冒 只有這三個帳號 謝謝 如果覺得我們影片很有趣的 覺得有深度的 還蠻準確的 歡迎按照我們的影片 訂閱我們的影片 按小鈴鐺 記得按全部接收 還要加我們的Light 以及加我們的Telegram 我們的Light跟Telegram 都是全台灣最大的一個財經頻道喔 謝謝各位 摩爾證券頭部 0800668085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